自己都说 有点浪漫 吃牛排要一人一半 何影也照办 看似偶然的事后 三号晚间 在南投要争取 来迎大安区立委提名的 北市议员中会军 不仅到夜市 与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分享美食 事后更在脸书晒合照 却也被支持者留言问到 是不是选情告急 出险招 我不觉得是险招 也有朱棣大哥问柯市长说 是不是蓝白盒 柯市长想都没想就跟他说 这是我的好朋友 全民调的初选 自然是要走出蓝营 舒适圈 更何况大安区的选民 有没有特别倾向哪边 连初选对手也不改开罪 其实柯文哲市长 跟我也是很好的朋友 我觉得佩君 去跟他互动 我觉得是好事 那佩君也是很优秀的议员 所以佩君加油 就是沙喀都的初选 依然没一届 不代表 没人反对 我不会找任何其他党派的 知名政治人物来帮我站台 这样子的神操作 也让大家觉得蛮巧合的 要竞选大安区的立法委员 那我也会希望把他当成 我们大安区的选民的其中之一 去尽力争取他的支持 虽然现在是强调泛蓝非绿的整合 但是也的确其实是不同政党 我倒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其实我想人跟人之间 不是只有政党的颜色而已 还有这个自己的情感交流 非常多的立委候选人 都纷纷找上柯文哲来去做合体 看得出来在争取选民的认同度的部分 柯文哲是有绝对的影响力的 蓝银相争 柯文哲身价上升 TVBS的最终缺会台北报道